好 现在最新的连线焦点 马上带来关心最新早上的现场 就是由金控海人寿根司参加人数呢 这个主办参加人数突破三万人的马拉松路跑活动 现在正在台北市府前面呢 广场准备要开庞 包括了富邦金控董事长蔡明忠也来参加 在现场状况我们立刻连线记者曾一平 带我们来了解一平 好了 主播一时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早安 现在早上是一台七点钟 不过你可以想象吗 台北市政府前面的广场 简直是比跨年还要热闹 因为今天有一场全国最大的马拉松路跑活动 现场已经是水泄不通 大家是人挤人前胸贴后背来形容 因为这马拉松路跑活动 今天原本预计大概有三万个人来参加 不过今天天气相当好 不只出了太阳 温度在十五十六度上下 所以预计有可能突破三万来到四万人左右 而刚刚起点钟已经有一万多个人往前开始起跑 但看一下现场热闹的情况 现在大家看到我们的画面 已经到了过了我们的杭州南路了 接下来准备要到我们的警户们眼盘 准备要右转了 那半层的选手也行 好的 看到今天现在目前开始起跑了马拉松 是竞赛组啊他们要跑完四十二公里跑回来 而且他们每跑一公里这个人寿呢 主办人寿公司就会帮他们捐出一元哦 统计今天应该可以人数这么多 也可以捐出百万元的奖金 而晚一点的富邦金控的董事长蔡明忠 也会下场参加路跑 他将跑三公里到台北市政府一圈 到时候还有有什么一些精彩的画面的话 中间新闻也会持续为您找过 我们现在先把镜头交还给彭宁的主播 好 一大早就有万元马拉松路跑 可以看到包括蔡明忠也要来挑战更多的焦点 锁定中天新闻 我们会随时为您掌握来自现场的最新消息